一條龍可以有幾多種譯法 金龍大廈 Pelian Court 金龍的Dragonville 聖龍 Court 這個非常有先見之明 有個英國官員 又差點跟李慧琼撞名 我們的財政大神Rachel Reeves 我們打算改做李慧琼 但是聽來看似香港立法會議員李慧琼 香港有長達156年的英國殖民歷史 英文曾經是唯一法定語言 要香港人和英國人互相明白對方 翻譯就有著不可或缺的角色 我想很多人對於翻譯的理解 就是將一種文字變成另一種文字 但我自己就覺得 其實翻譯也是一個創作的過程 無論是街名、地名、人名、大廈名 周圍都是創作的例子 但怎樣才為止一個好的翻譯 翻譯又如何加深我們對城市的認識 我們找到Lonely Pilates的作者 兼翻譯工作者周仲華 以及英國駐港副領事Kelvin Dove 告訴我們 今天我們由北角開始 會去千后銅鑼灣 我們會上一場去渣甸山 到最後應該會去到中環遠見 因為港島區比較多殖民地時代留下的東西 所以我專門選了港島區的這幾個地方 來介紹一些有趣的翻譯 第一站我們來到北角的和庫中心 屋苑就叫做和庫中心 和庫中心的英文 你看到這裡就是providence center 幾年前的時候 商場翻譯 商場都是和庫中心的普通 商場又有了另一個名字 就在前面這裡 完全是陰譯叫做Wolf 我覺得三個名字中 我最不喜歡這個名字 有好有不好的 如果你不懂中文的話 你會跟的士司機說 我要去Wolf 那些的士司機就會帶來 但就好像比較普通的佛味 吾仙就一定是 先有街道名 就是和庫道 和庫和和庫中心 你看到中文名字很一致 大家都去和庫 但街道的英文名字 就是Wolf Road 就是碼頭的意思 其實有它的英文街名 你都可以看到 很多年前 其實和庫大海邊有很多倉庫 看回航空圖 和庫道是在1949年 隨著聯益貨倉落成而興建的 它之所以叫Wolf Road 因為旁邊就有個Wolf 即是裝卸貨物的大型碼頭 到了70年代初 和機黃埔收購了軍益倉 旗下的聯益貨倉 就被改建成為現在的和庫中心 而和庫中心的英文 Providence Center 就是來自軍益倉的英文名 China Provident Company 和庫中心的英文名字 我覺得都挺有儀式 Providence即是未與籌謀的意思 為未來儲多錢 你儲多錢就和庫 有和有庫 其實在香港很多流域的命名 無論是中文還是英文 其實我們背後都不知道是誰 尤其是英文 更加不會有人考究到 這個名字這麼漂亮 為什麼是誰改 誰翻譯 根據中國歷史記載 翻譯這個角色 其實早在周朝已經出現 負責幫皇帝和外族溝通 去到明末清楚 當歐洲人開闢了通往亞洲的新唐道 翻譯西方語言的需要變得頻繁 翻譯也隨之變得有系統 乾隆時的太貪官和身 都是翻譯人才來家 其實我覺得這個名字也很漂亮 駱駛島 這條秘道 我想不是這裡的居民也沒有人知道 這裡一路走下去 就是咖啡園墳場 我以為這裡有寫著咖啡園三個字 但原來是沒有的 它的英文名字叫做 Mount Caroline Cemetery 是銅鑼灣鬧市裡的荒廢墳場 但它的中文就是咖啡園 其實它的中文就給了它 這個地方的另一個歷史的意義 因為其實真的在加勒年山這裡 在十九世紀的時候 這裡曾經真的做過咖啡園 只不過因為當時的咖啡種植技術 不是那麼好 所以咖啡的修成也不好 到最後其實這個咖啡園 也沒有再繼續營運下去 就漸漸方斃了 而咖啡園的主人 就是英國拍賣商Dodele 他在1846年投了這塊地之後 就開始在這裡種咖啡 甚至一度成為景點 在1878年一份報紙中的旅遊指南 就提到一條通往掃乾部 咖啡種植鹽的觀光路線 不過當時已經寫到 圓中的咖啡樹是沒有人打理的 年度是一個非常出色的譯名 音又對 耳又對 咖啡園墳場 就在元朗活道走到來陀螺灣 我背後就是一棟黑色的大廈 就是善洛斯大廈 這棟大廈的英文名就是 索羅斯特蘭建築 索羅斯特蘭建築其實就是一個宗教 也就是叫索羅亞斯特教 歷史上它叫天教 也有人稱它是拜火教 其實是一個源自波斯帝國的一個非常之原始的宗教 基於歷史因素 然後大部分的教徒就去了印度那邊 隨著英國的殖民破章的時候 他們就來了香港 這棟大廈就是他們的文業 因為我曾經要寫過一篇文章 是關於善洛斯大廈 我就寫過電郵去他們印度的總部 也都問過他們在香港的祭司 為什麼你們的中文名這麼好 到底是當年是誰幫你們改的中文名 但是兩邊都沒有回答到我 這個到現在都是一個謎 它的音和Sorushrian非常之相似 第二就是善洛斯 其實都反映了這班教徒在香港 其實他們的確做了很多洛善好斯的事 其中一個他們很出名的家族 就是律敦寺家族 而軒教的中心思想 正正就是善洛斯 然後我們途經禧雲街 沿著高時威道向天后方向走 來到我們的下一站 天后的黃龍道和金龍台 這條街已經很落歷史 應該是30年代已經有了 今年有龍年 在金龍台和黃龍道上 有一堆龍樓 這條龍在這裏都有不同的譯化 我們可以沿路帶大家看看 來到第一站 Trillion Court 我覺得這個譯名比較有趣 Trillion很明顯是陰譯 最濃就是Trillion 中國人都是喜歡這二頭 Trillion有這麼多億 有富有貴 最濃的地方通常都是港湖的 然後這裏就是金龍大廈 金龍大廈 英文是Dragon Court 這裏就是一個很正經的翻譯 不過沒什麼隨便 你看到它大部分都是用最正路的Dragon 去譯回龍 然後就是這個成龍角 英文是Shing龍 Court 今年就是Year of the Lone 這個非常有先見之名 翻譯這個工具是 我想每個人每一天都會接觸得到的 它除了是逆語言 也是對於一個文化的理解 或者是對於兩個人之間溝通的理解 舉個例子 是香港的很多街道名 它的中文和英文是完全不一樣的 它的中文名可能是反映到一個時代 那你就可以看到在地理上 其實同一條街 是曾經出現了兩個不同的角色 如果你那兩種語言都認識的話 其實你可以對那件事物 是了解了多一件事 全香港有很多街名 其實都會用一些人名去明明 很多時候都是一些名人 唯獨是有一條街 應該是全香港唯一一條街 是用一個翻譯員去明明的 就是中環的吉士立街 吉士立是甚麼人 其實他是一個傳教士 他是精通中文裡面的廣東話、文藍話 一些比較少講的話他都精通的 他在香港歷史上都是一個很重要的人物 因為在南京條約的談判裡面 他是擔任一個很重要的翻譯員 我們訪問了大學翻譯系兼任港師王劍凡 他提到英譯中特別之處 在於看字最小的單位 即是每一粒字都會大有意思 不過1841年香港開埠時 因為沒有商與人才去處理翻譯問題 所以最直接方便又不會錯的方法 就是將英文直接音譯 我們可以在歷任港督的名稱看到分別 例如第一任港督Sir Henry Pottinger 就被譯作布丁詐 看回資料 在他上任前一年 1842年的香港獻報 更見到他被稱為布丁詐 那這些名字又是何時開始變得本地化的呢? 有一個說法是說 第16任港督Sir Edward Dobbs 原本的中文譯名叫屎塔士 但這個名字太尷尬了 所以官方後來替他改名為司徒佛 雖然沒什麼特別意思 但至少更接近本地人的稱呼 至此與香港有關係的英國官員 都開始有他們的官方譯名 黃健帆也提到 隨著越來越多華人加入公務員團隊 港英政府的主要官員譯名 亦越來越似本地人名 例如金文泰、楊慕琦、麥利浩 相信大家都耳熟能長 而最後一天港督彭定康 他的名字更加帶有穩定 富裕地邁向九七主權移交的寓意 他們的名稱百多年來 慢慢融入在我們日常生活中 逐漸建構我們對城市的認知 到了主權移交之後 改名的責任就落在英國駐港領事館 1997年之後 英國公園的總領事館 是由我們領事館 一位之三的本地同事改的 所以他已經幫我們改名 超過27年了 在這裏 你可以見到歷任英國駐港總領事 其中有三位的總領事館 都是由我們同事改的 例如我們第一位總領事 Francis Cornish 鄺虎肖 還有是2020年離任的總領事 Andrew Hine 何恩德 有些總領事來香港之前 在英國駐華大使館做事 所以已經有中文名 就好像我們現任總領事 是Brian Davidson 大懷深感 而我的中文名 杜嘉榮 就是我的廣東話老師幫我改的 大家覺得好不好聽呢? 其實我很喜歡我的名字 這個意思是嘉賓的嘉賓 反榮的榮 所以我覺得香港對我 真的是一個很好的姓氏 所以我一直覺得我是一個很幸運的客人 謝謝 杜嘉榮 在英國駐港總領事館副領事 來了香港兩年 學了廣東話三年 這次還挑戰用廣東話 跟我們做訪問 我想練習一下這三年來學了的東西 在九七年之前 當時港英政府負責改中文名的 主要是為了方便溝通 比市民容易記些 英國領事館就繼續這個傳統 其實我們的準則很簡單 會用一些有意思和好聽的字 例如我們新任的外交大神 David Lammy 他的中文名是南德偉 Lammy的南就是香港盛世的南 David一般都會譯做大偉 但我們想他的名字有意思些 所以用了本德的德和偉大的偉 另外我們都會考慮 有沒有機會和一些名人士訪名呢 就好像我們的財政大神Rachel Reeves 我們打算改作李懷晴 但聽起來太像香港立法會議員李懷晴 所以我們最後改作李懷晴 就算避免和名人訪名 在英國政壇時不時都會出現兩兄弟 或者兩姐妹的情況 例如剛剛提到財政大神Rachel Reeves 妹妹就是現任工黨主席Elly Reeves 這樣跟自己造名又怎算呢 我們都會參考香港人改名的習慣 好像前外相David Miliband 我們改了中文名叫曼黎斌 而他弟弟Ed Miliband 就是監戒政府的能源大神 兩兄弟都是Miliband 我們就幫哥哥改了曼黎斌 弟弟就叫曼立斌 但是這些名稱多數都只適用於香港 因為其他華語地區 例如中國、台灣 都會有他們自己一套的翻譯方式 例如現任首相K.S.Dama C.紀言 台灣會譯作斯海爾 中國就會叫做斯塔麥 我們改中文名字 主要都是想方便傳媒和市民 統一譯名 被市民易記些 好聽的名字 也都可以拉近英國官員 和香港人的距離 這件事做了這麼多年 都可以說是一個傳統 是香港和英國歷史交織的成本 我覺得香港的譯名是有一個彈性 而這個彈性也是它有趣的地方 只要有創意 你就可以想到一個 屬於那個街道或者大廈的譯名 翻譯中經常都要說信達雅 信達雅 信就是準確 你準確可以和對方溝通 對方理解 雅就是你譯得美 到底是否真的三件事可以做齊 其實很多情況下未必可以 但如果三件事都可以做齊 這就是一個近乎完美的翻譯 我想是時代背景很不一樣 因為香港始終與英國的關係 第一天已經需要用大量的英文 但本地人口有很多人不太懂英文 所以在我們這個城市裏面 就會出現所有的街道名 大部分的大閣名 都會有中英文同時並存 在中國大陸和台灣 他們沒有同時需要兩種文字 尤其是中國大陸 很多年前都說 其實他們沒有自由行 全部都是跟團 其實真的需要什麼要翻譯呢 需要一本旅遊書去說 這條街叫什麼名 不需要 翻譯是文化角力的場域 香港資深翻譯家 方子昏教授曾經說過 整個香港的歷史 就是翻譯的過程 在殖民時期 應國將語言、制度、文化等等 翻譯到當時的香港 而當時的香港人 亦逐漸採立這些外來文化 建構成屬於自己的自我認同 主權移交後 中國就取代了英國 作為翻譯者的角色 雖然中港文字相通 你應無需翻譯 但畢竟經歷了百多年的英國管治 當截然不同的制度和思想湧入 香港就需要面臨一場二次翻譯 因為在這裡 隔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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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